北约近日宣布鉴于乌克兰危机严重威胁成员国的安全 决定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四国增派战斗群 而早在2017年北约已经在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波兰四国部署了增强型前沿存在战斗群 通过地图可以看到这八个国家成了俄罗斯与西欧之间的防火隔离带 那么北约部署在此的八个战斗群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形势呢 四个新增战斗群的指挥架构、武器部署、人员规模 北约没有进行详细的通报 但我们可以通过此前四个战斗群的数据来分析 战斗群是指军队根据不同任务组建战斗模块的方式 美军战斗群通常是履级规模 但北约军力有限 此前组建的是规模更小的四个营级战斗群 分别是加拿大指挥的拉脱德亚战斗群 德国指挥的立陶宛战斗群 英国指挥的爱沙尼亚战斗群 和美国亲自指挥的波兰战斗群 每一个战斗群都采用多国部队模块化组建 美人官网显示四个战斗群一共4615人 但每个战斗群的人数并不相同 模块编程也不一样 加拿大的拉脱维亚战斗群参加众筹的成员国最多 人数也最多 有1525人 英国的爱沙尼亚战斗群 由英国 丹麦和冰岛三国众筹 才831人 人数最少 四个战斗群中实力最强的还属德国和美国 德国指挥的立陶宛战斗群人数为1249人 指挥中心设在卢克拉军事基地 从北约公开信息来看 德军快出620人 规模占整个战斗群的一半 骨干作战兵力是包括机器化步兵 工程兵在内的一个装甲连 其他组成部分还包括战斗后勤 医疗等支援兵力 德军的豹2A6主战坦克 被认为是世界上火力最强的坦克之一 它使用的是莱茵金属公司的 55倍口径120毫米滑糖炮 配用的DN53乌合金穿甲弹 最大射程可达5000米 具有超强的穿甲能力 而且这款坦克的防护能力十分强悍 加拿大军队曾借用了20辆 德军的豹2A6主战坦克用于阿富汗战争 在遭遇反坦克地雷后 坦克里的士兵居然毫发无伤 美国指挥的波兰战斗群人数为1010人 其中美军就占了670人 由包括后勤支援单位在内的一个装甲 骑兵中队组成 2020年北约波兰增强前线战斗群 举行奔跑公牛12演习 美军出动了M1296冬骑兵新型轮式步兵战车 它是斯特赖特装甲车的升级版 以盘强化了防护 助器由机枪换成一本30毫米机关号 美军日前还增派了王牌部队 美军第82空降师数千士兵飞抵波兰 近日拜登特意前往波兰老军 北约把这四支银级战斗群 作为应对所谓俄军威胁的常态战斗群 与驻守国军队一起全年不停演练 人员则每六个月轮换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 北约决定再增四个战斗群后 要让全部战斗群的总兵力 从4615人猛增到4万人 平均一下每个战斗群的规模 将从1000人级别的银级 飙升到5000人级别的旅级规模 而且海上战舰和空中战舰的模块也要加入 原本俄乌和谈出现曙光 但北约一系列的强硬动作 显然再度挫伤了俄方的谈判动力 美国媒体军队时报网站和防务新闻周刊 3月24号报道称 法国已提出愿意主导在罗马尼亚的战斗群 而捷克将主导在斯洛伐克的新增助军 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将分别主导在自己国家的战斗群 因为冷战结束了这么多年 他这些国家的武备衰退废持的非常非常的严重 这一个营的部队也就几百人 他出去以后 他只能进行一个什么分队级的作战 他根本不可能 你要说进行一个兵团级的 就是礼仪级吧 至少得有礼仪级的 进行这种作战 他都得凑好几个国家 这几个国家呢 语言都不通 然后这个指挥啊 协同各方面来讲 虽然有北约演习 但是他的作战能力就是很低 此外 据法新社报道 一名美国高官24号在布鲁萨尔表示 美国及其北约盟友 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反舰导弹 此前 俄罗斯舰艇曾袭击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港口